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敬请关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坛 第十四集 人人践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人人胜春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 这二十四个字 其实要把它记起来并不难 难在哪里 难在如何践行 那接下来呢 就请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内务司法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副院长 李慎明 欢迎 欢迎 欢迎李先生 今天呢 李先生给我们主讲的主题 就是 剑旅 剑星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今天这个讲坛 我个人有幸在中南海工作十多年 这对我的后半生啊 是一个受益很大的事 我到中办工作后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中办秘书局 中央警卫局的老同志 多次告诉我 从1949年9月到1966年8月 毛主席一直住在 清康熙年间修建的 封则园中的具象书 因为年旧失修呢 中办的有关领导 多次却主席 应该进行些维修了 多次请示后 主席终于同意了 进行解单维修 1966年上半年 毛主席呢 就外出视察 1966年的7月18号 回到具象书屋 毛主席发现 这里整修一新 违背了毛主席 自己给自己 所做的规定 他就很不高兴 发了长大火 搬到了具象书屋 西北方向的 游泳池的前厅 这前厅用来干什么呢 船大使 更衣的地方 这里做了点 简单维修 毛主席就住下来 不走了 其他领导 也多次做自我批评 说主席你换一点 到具象书屋 或者是换一个 稍好一点地方住 毛主席说 我讲国不搬 我哪都不去 毛主席生命的最后十年 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毛主席那个时代 还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个提法 但是它是确实在 戒行我们党的宗旨 戒行我们党章的 为共产主义 废斗终身的事业 当今国内外的 机遇和挑战 都前所未有 都是所罕见 要抓住机遇 要应对挑战 我们每个人要 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同时 戒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可能是更为重要 如果知道了 把它紧放在嘴上 不去戒行 那么伟大民主复兴的中国梦 就是一指空文 建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要增强价值观自信 那么我们的价值观自信 来自哪里呢 一是来自于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 二是来自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丰厚滋养 三是来自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成功实践 四是来自于 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 吸收借鉴 自信才有执着的坚守 自信才有自觉的践行 那么除了增强价值观自信之外 我们还应该怎么做呢 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涉及到国家 社会 公民个人各个层面 涉及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个领域 实际上系统的 局复杂工程 要完成这个工程 光靠一些 简单的操作层面的 技巧性的东西 不行 它必须得有 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 这些基础性工作 有哪些呢 我个人认为 第一就是要培育践行 人人有责 2003年 我到俄罗斯 福尔加哥勒州 去访问 也就是过去的 斯大林哥勒 我问福尔加哥勒州大学的 一位年轻的女教师 我说 你对苏联解体怎么看 他愣住了 然后低下头 不作声 最后快一分钟了 他才抬起头 我开始感到纳闷 等他再抬起头的时候 发现他的眼眶里面 充满了泪水 他说 你提这个问题 是我和我们心上的窗疤 平常我们回避这个问题 我们心里还好过一点 你这一提问 把我心上的窗疤给揭开了 他说 现在我的心在流着血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过去啊 我不关心 国家民主的大事 他说 那我的理想就是首先有一个好工作 第二是有个好家庭 他说苏联解体之后 我十多岁 前后的对比 历历在目 苏联解体之后 福尔加哥的州的男性的玉器人群寿命 整整减少了十岁 女性的人群寿命 减少了五岁 他说吃到嘴里的东西 整整减少了一半 他说我才发现 党 国家 民主的问题 不是虚无缥缈 实际上 跟我们每个家 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 他说我现在非常后悔 我们一群人也都后悔 光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小家不行 要同时关心我们的党 国家和民主的命运 通过这个例子我在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价值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 民主振兴 人民幸福 而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位目标 自依靠少数人不行 必须人人负责 如何理解国家层面的剑领剑行 只有中国强大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才会得到各个种族人民的尊重 作为一名大学生 我觉得民主就是在我们班级体里 班干部选举 党员选举就是民主 现在你看坐公司车的 一见着我就喜马拉雅山的北坡 满脸门头高 一看一样转 这不就文明了吗 对不对 我觉得在我眼里的和谐社会 就是人和人见面的时候 能就是哪怕是擦肩而过的时候 都能给对方一个笑脸吧 所以说我想我们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 更应该认真学习 能不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一定意义上讲 绝不是我们每位公民 个人的私事 而是涉及到党 国家 民主的大事 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范仲淹 就曾经在他的岳阳楼记中写道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以此来寄托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报复 而这一流传千古的名句 不仅成为无数有志青年的座右银 而且他也告诉我们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那么作为公民 我们除了有责任去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外 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第二条 我们应该是认真学习 鉴定信念 我1986年第一次到景岗山参观 在那里听到了很多烈士的事迹 其中当时的莲花协委的协委书记 刘廷侃 他在1929年 红军离开景岗山 转战 赶南民息死 他被扶了 敌人最后把他绑 站在方桌上 他大声喊 国民党反动派 长久不了 公共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 这个喊的过程中呢 敌人倒有点害怕了 把他舌头割掉了 鲜血顺着他身体流到了方桌上 他用自己的脚目指 沾着鲜血在方桌上 写下了共产党万岁几个字 毛主席一家 牺牲了六位妻人 何长工家四十多位 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 被剁成肉酱 撞到罐子里 徐海东大将家里七十多位 何老仲家家族 是两千零五十人 在中国我们新民族主义革命期间 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 四百万人左右 这比我们新中国成立时候的 三百万党员还多 所以说新中国来自不易 我们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流 要让他们鲜血不白流 在今天就是要树立 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学习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顾本培元才能行之久远 五千年丰厚历史文化 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保护 不忘本来顾本培元 他要大力弘扬 当代理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 要结定自己正确的理想信念 还必须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金平同志最近特别强调 要学习历史文物主义 历史文物主义 我们可以一句话概括出来 就是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我们国家 或者与外国一些人交流起来 他们常常说 中国没有信仰 13亿中国人没有信仰 太可怕了 我认为这是误解 从根本上说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 就是人民 人民是历史和现实的 真实的客观存在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 才是最真实的 因为在阶级和有阶级社会 占人类绝大多数的 都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劳动人民 信仰他们 依靠他们 为着他们 我们的 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 大同世界 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最终必将到来 有人总觉得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不灵了 这同样是误解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 基本原理 基本原则 讲的都是 上百年 上千年 甚至上万年的事 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的 往往都是要从 十几年 几十年时间 来衡量他的 对错和功过 不是马克思讲错了 马克思主义不灵了 而是我们 这些人啊 心胸太狭小了 眼界太狭窄了 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 放到历史的长河里 我们才能真正地学懂论通 马克思主义 就会认清 人的历史发展的 运达规律 就会坚定 中国的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 和共产主义的 越大理想 这样的话 建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有了个坚实的思想基础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大理培育传承 优良家风 校训 企业精神 和乡前文化 切实抓好当人干部 三言三识教育 打造培育 践行核心价值观工作载体 逐步深入展开 努力形成 同贫共振 同向同行的强大政效应 那么作为公民个人 应该怎么做呢 第三就是改造自己 切实践行 如何理解社会层面的建立践行 我觉得现在我可以通过微信 还有我的微博 发表一些我对现在社会 还有新闻的看法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由 我觉得平等就是 无论是城里的孩子 还是农村的孩子 都有一样的受教育的机会 公正就是 但是作为社会穷底 用同一把尺的知法 作为一名人民法官 我们在审理每一件案件时 都应当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生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这就是人的本质是什么 有些人 一些童子得出的结论就是 人的本质是自私的 人的本质啊 不好说就是自私的 如果说人本质就是自私的 这个理论没办法解释伟大的母爱 大家都知道 父母对子女是无私的 甚至为了子女呢 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有人说这是因为有血液关系 所以说他才勇于奉献自己 但是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 把我们这个党 国家 民主 当成一个大的家庭的时候 他同样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几千万革命先烈 就是把党 国家 民主 当成了我们大家的 他们才勇于牺牲的 所以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理论啊 从一定意义上讲 他是对伟大母爱 特别是对我们千百万革命先烈的 这种牺牲奉献精神 没有做正确的解读 当然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考虑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个人利益 但是绝不能走到另外一种角度 就是说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 就是完全依靠私心去调动 它的积极性来发展社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买官欲绝就会横行 金钱主义自上就会招摇过世 社会就必然随着世界的发展 步入一个动荡的周期 当今的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息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取得了巨大成就 特别是十八大的顺利召开 诞生了以金平隆子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很多人其中包括我个人 增强了很多信息 另一方面 我们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 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应该举安自卫 我们只有通过锐意改革 抓住机遇 正确应对挑战 我们的党 国家 民主 才会更加繁荣 所以说我们啊 一定要改造自己 这就需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中华文化远远如常 激奠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比如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告诉我们要力求进步 发奋图强 比如见贤私起烟 见不贤而内自行影 告诉我们见到贤人 就想要和他看齐 见到不贤的人就要反省自己 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再比如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告诉我们要始终有一股浩然正气 这些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它使我们不断改造自己 提升自己 完善自己 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四 领导带头 算先存贩 2012年12月4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与群众联系的八项规定 对政治局自身作出了规定 其中就说中央领导到外地考察工作 要清澈解从 减少对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的 不正常的干扰 12月中旬 靖兵冬子到广东考察 我们大家可能记得那些镜头 它不单独留到 没有欢迎标语 清澈解从 它带头做到了 政治局带头做到了 全党全国的各级干部就做到了 这真有点像啊 主席就是不回聚乡书屋了 说到做到 这就说明了 领导带头进行自己的理想信念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各项规定的 重要 领导干部是投业 领导带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具有最基础性的 最关键性的一步 领导带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 什么是领导 领导就是决策 领导在决策之后 他自己的价值观 直接 间接地都在起作用 如果领导 牢固树立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并且去建行 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这个决策往往是符合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就会做出好的决策 如果他的价值观是另外的 甚至极端个人主义 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就想办法把这个决策 对自己和自己家 对自己的小群体有利 这就不会做出好的决策来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 领导带头学习树立建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比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有更深层次的 更高的重要意义 在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除了领导干部之外 公众人物 青少年 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 也同样发挥着 他们对全社会的影响和代用作用 时刻准备着 将来要接班啊 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有 台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明魂俱弃 强极固本的基础工厂 是一项根本任务 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如何理解公民个人层面的见理见行 有国才有家 我们要像爱自己的家里一样 爱自己的国家 在这个岗位上用心动脑的 这就是经验 诚信就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微笑服务 准时整点到岗 保证人们安全顺服的出行 友善就是小朋友在一起玩 不会产生毛病 第五 三个层面同时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分国家 社会 公民 个人 这三个层面 国家层面呢 是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践行的话 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 社会层面呢 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 让大家知晓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个人层面呢 就是我们道德修养 我们的行为规范 行动准则 这三个层面 各有各的功效 应该同时践行 三个层面 也是一个三为一体的 共同体 但这三个层面 也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关系 这个三个层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国家层面 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 正确与服 对于社会和公民层面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正因为国家层面的 践行更为重要呢 所以我们党反复强调 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深意所在 中办在印发的 关于培育 建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意见中明确指出 确立经济发展目标 和发展规划 出台经济社会政策 和重大改革措施 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要遵循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要求 与人们生产生活 和现实利益 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 要注重经济行为 和价值导向 有机统一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 实现市场经济 和道德建设 良心互动 建立完善相应的 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 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背离的现象 这些要求啊 我认为十分重要 甚至可以用十分重大来形容 因为人和价值观 都是产生于 那个时代的经济关系 我们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这个价值观 只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这个价值观的大数 才能置于一个结实的基础上 这个价值观 根深了 它才能自反业貌 所以说要是我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强大的生命力 党和政府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 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 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时候 都应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嫌解 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基本要求 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 完善市民公约 相规民约 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 基本遵循 百姓日用而不绝 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因此要在若细 若小 若时上下功夫 重在知行合一 行胜于言 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像空气一样 无所不在 无时不有 我们强调国家层面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戒型 但是绝对不能 也不是要忽视社会 特别是个人层面的戒型 国家 社会 个人 三位一体 要同时的全面的戒型 另外 我们还必须把 培育戒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贯穿于我们的国民教育的整个体系 我们要开展各种有效的实际活动 用运用各种文体 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学传教育 党和政府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 应该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 他的学习践行的组织领导 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实到农村 企业 社区 学校 和机关的各个单位 感谢大家 听我这个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前写的解读 孔子一生有弟子三千 贤者七十二 那么作为万事师表的孔子 对于自己的儿子又是如何施教的呢 敬请关注向古人学家教旨 孔子的育儿经 李世民先生啊 刚才非常认真地帮我们解读了 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如何去践行 接下来呢 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现场的观众呢 跟我们的李先生呢 互动提问的时间了 来 我们给前排第一位 这位先生一次机会 李院长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现在网络上都认为 咱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国家来讲 对于社会来讲 可能是非常有用 但是对于个人来讲 可能会很吃亏 不认为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好 谢谢 我想这位小伙子提出的问题 可能也代表了 一部分人的一些观点 他觉得这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践行没有问题 可是个人一践行 谁践行谁吃亏 您怎么回答这段问题 我们常说好人有好报 好人一生平安 但是在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呢 也出现不少好人没好报 甚至好人有恶报 而且坏人有可能既富贵 又逍遥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要克服这种现象 所以说还是需要三个方面来做 第一个 从国家和单位层面 在制定政策 制度 各种规定的时候 你必须想办法 让老实人不吃亏 让好人有好报 第二个是在社会层面 大家都应该催意工心 应该组持正义 你比如说你单位 人家这个同志非常好 恰恰是受到孤立 甚至吃大亏 那么大家都要主持公义 替他讲公道话 这样的好办 如果都不讲 那这个人吃亏也吃定了 第三个就是个人层面 作为个人而言 我们就是要坚信真理 正义 你在这个践行时候 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 甚至阻力 甚至可以有人来打击你 报复你 我不怕 我认了 真理终究战胜 谬误 正义 从终究战胜邪恶 我就是要追求 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 我不怕 所以这三个层面 都来做工作了 我们就会早一点结束 好人美好报 恶人行千里 这种社会现象 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无论在国家层面 在社会层面 在各个单位 在我们人与人中间 达到发扬光大 谢谢你的很好的提问 谢谢 相信各位听了我们今天 李慎明先生 关于渐脸渐行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座之后 一定会对如何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有所帮助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 谢谢